霍比特人主演大声承认自己的爱情,只因是他,无关性别。 前几月,李佩斯在Twitter正式宣布出柜。 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,但是提及他在《霍比特人》三部曲中饰演的黑森林精灵王瑟兰迪尔的角色,他凭借敬畏天人的扮想和超高的演技走红,被网友调侃为天仙下凡,天上仙女也不过如此。 近日,李佩斯,李佩斯,邪猫与佳琴拍摄写真并接受记者的采访。 谈到之前参演的经典白老汇同性巨石,被问到同志意味着什么,呵呵,这倒是有点小尴尬了。 他表示对于同志意味着什么这是大家理解都不一样。 并称,在这两部剧中,让同志演员来饰演同志角色是十分重要的。 他还告诉记者,自己曾经和男人与女人都有过约会。 在他看来,在意正义问题很无聊,我是个演员,而我去尽心地扮演我的角色。 我觉得你的问题倒是挺困扰人的。 日前美国演员李佩斯在社交网络上表示,自己和男女两性都交往过,虽然性取向无法下标签,但他表示自己是cool,queer,群体的一员。 他写道,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意料之外的问题,当下无言。 我是个很看重隐私的人,接受采访时也尽量只谈工作。 作为酷尔群体的一员,公开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承认自己的身份,我很开心。 李佩斯曾在《货币客人》中出演《清零王一角》。 不过,即使是李佩斯这样帅气的小哥哥,也有宣布出柜的那天,近日,李佩斯正式向媒体宣布自己的性取向,据小编了解得知,他原本并不是一位爱把斯生活公布于众的人,这次出柜,显得有些不情愿。 不过有网友评论,看了他男扮女装的那部精彩的电影,我就挺确定他应该是这来着。 还有人说,其实大家都知道啊,颜值惊天的,气鬼神的男神们都出柜了,果然好看的男人都有一个颜值相当的男朋友。 李佩斯曾在采访中就谈论到自己男女的爱,当时已经有点模糊出柜的迹象,但这次是毫不掩饰的直接承认。 李佩斯如此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,大方承认双性恋,立东也是希望李佩斯能早日找到真爱。 再说一下这位人物,谢尔多,吉姆帕森斯,或许大家有点陌生。 但说到生活大爆炸中的谢尔多,大家就都想起来了吧。 多年前美国八卦杂志传出消息,吉姆帕森斯已经与男友订婚。 在爱美奖上,帕森斯发表霍角感言时,妈妈的鼓励和男友的支持,使耳朵一路走到现在并最终取得成功。 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他我们也只能默默祝福啊。 马克加蒂斯马克加蒂斯饰演过神探夏洛克的麦考福福尔摩斯,也就是夏洛克的哥哥。 他是一名已经在媒体上公开的同性恋者,当选独立报周日评选的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同性恋者的粉红色名单。 而,话说小编现在都不知道要说啥啦,你们觉得什么才是真爱呢?